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慢慢越来越普及的了 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的发展比起几年前变化很多了 有没有去打个Wall Game 我还没试过 没试过 打Wall Game和打Game最大不同的地方 人们就说我真的可以拿着把枪走来走去的 比打机好玩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现在可能人们就在想 如果只是打机不够好玩 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动作 甚至把游戏搬进去 好像一个虚拟立体的空间 让人走进去玩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其中一种虚拟游戏 这个是文静一点的 戴在头上就可以和一个虚拟的人去相处 当然这个就非常日本口味 和女高中生一起生活 这种游戏很适合游戏去练习 和女孩子相处 我们从正面看一看 游戏的建议者 我想他这位大哥也是一个标准游戏 只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我们都知道 但技术是非常高的 他是利用全3D立体投影的技术 在一个眼罩上 将整个空间模拟出来 而这个空间 随着detect 头罩的活动 是会完全反映在整个活动上的 换句话来说 你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虚拟的3D立体世界 这样 和一个虚拟的人物相处 这样来说 又不需要说是螢光幕 各样东西 你变成在家里也有用可以玩到这个虚拟实景的游戏 Sony 也有研究这种科技 除了Sony 之外 我知道Facebook 也有调转这个方向研究 他们有研究成什么呢 其实同样都是这种虚拟头罩的技术 Facebook 来说 去年其实是入股了一间公司 去做相关东西 现在你看到的场景 其实是一个模拟的场景 真真正正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戴着头罩 去看到相关东西 踩单车是其中一个application 但是其实这一间公司是真正希望 将活动甚至极限运动 放进这个3D虚拟的立体世界里面发生 这样就会少很多意外 而且还有就是说 你会看到 相关的器材和有关东西 其实都不是什么超高科技的东西 除了头罩是比较新鲜之外 实际上都是一些感应器和一些平衡感应器 类似的组合就可以做到了 其实90年代有公司已经在美国推出了第一款的头戴装置 为什么当时又不成功呢 而之后的技术有什么改进了呢 我想你在说的是任天堂公司 任天堂公司其实在很多年前已经做类似的东西 但是说真的 又不知为什么它做极也做不起 而且这件事还成为了任天堂的游戏开发历史里面 一件最失败的产品 我想当时可以这样说 就是运算器的速度不够 或者是影像产生器的功能 没有今天那么强大 于是你进入到当年任天堂的 就是头戴虚拟实景那里 其实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起角 或者是很假的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女高中生的3D虚拟的立体场景 和相关的东西 你发觉几乎已经在光影的运算 和在立体模型的运算上 我们已经不会再在那些人物上 看到起角的 甚至是一些很硬很生硬的表现了 再看看去年的东京电玩展 有公司推出了一款体感设备 比起头戴虚拟实际装置更加突破 也是的 这个最大的突破就是 你这个游戏 其实我们一会看视频 你会看到最好是不要穿鞋玩的 为什么会不要穿鞋玩呢 原来它就是利用 刚才我说的wall game 的模式 令你可以真的拿着一件武器 进入了场景 但是为什么不能穿鞋呢 因为原来它有一个很滑的墊在上面 然后你用三支相关的摇杆 控制住你的腰 于是你就可以做出真真正正的 走、蹲下、跳和跑的动作 而因为你穿着你的蜜 滑着滑着滑着 感觉就好像真的向前跑着 我相信这些还不会再进化 现在我们看到的玩法 和相关的画面 你就会看到 真的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种这样的投射 配合了头盔之后 就可以在相对比较小的环境 做到大规模的虚拟实景 而这个虚拟实景 还不是定点、定位的 刚才你看到女高中生的 其实是定位在房间里面的 但刚才你看到跑的 还有固定的推动杆 那个虚拟实景器材 其实你可以真正进入一个场景 跑、跳、蹲 全部是可以由它的感应器 去感应你的身体动作 还有你利用固定器 滑着滑着在上面 完全模拟到真真正正的世界里面的运作 喜欢玩电子游戏的大家 都可以留意一下这种新的技术 何时会推出市面 今集的潮伙科技时间差不多了